夢啊 夢啊 夢上過 萬公上心悔 等啊 等啊 等一過 等到感過 月落 日送 滿海 月落 日送 滿海 等紅啊 已回 等一千年 艾芬 換點檔蓮 試煙 夜半湯沙 看似的 手涼香香 風淚淚 過酒濃酒水軌 黑夜流血 對面過 旁邊經過 麥曉天 彬曉音樂 索情月 百酒瀟灑甘一杯 夢啊夢啊夢上月 夢當上心月 養一輩子 甘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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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愛你送萬天 夢啊夢啊夢上月 萬公上心月 養一輩子 甘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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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地送你满天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彩云 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 彩云 你知道人生的歌 只要是越大的画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歌叫命运 或者歌叫做人生 就是很大的标题的歌 标题越大 越看似很有深度的歌的时候 其实就是让你心静下来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歌你就是没有准备好 不知道怎么去诠释这个歌 才会有这种慌张 彩云 老师好 我这首歌应该是晚上要唱的吧 他既然叫过标 夜参 什么湯山大戏旁 我觉得晚上要唱歌的时候 应该可以靠起来 不要这么重 有的时候可能太用力的时候 好像 你也没在跟他玩架了 你应该这首歌可以靠 比较有弹性一点的诠释 比较柔软的 要不是这样唱 可能情绪的 比较重 你有一些画面想要去描述它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一样口气的选择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每一个人可能对画面的感觉不一样 但是至少你要尝试着把这些画面 带到你的歌声里面来 那也许你画面感勾勒出来的话 也就是让人家会比较随着你的歌声 去看到这些歌词想要描述的东西 我觉得这首歌的重点应该在这里 我小小的建议